你看當然中國這個很會玩這個兩面的手法 可是大家也都在想 你看川普現在這一方面在進行動作 又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拜登現在告訴你 我對中國 我不會有什麼懲罰性的這個貿易政策 但是我會來進行這個圍堵 可是對臺灣的民眾來講 你現在不 如果你不用懲罰性的動作進入下去的話 你就不知道放他一條生路嗎 你怎麼看拜登的手法呀 我先從拜登最近打電話 因為前兩天我還在想說 奇怪拜登怎麼還沒有打電話給莫迪 結果昨天就打了 那拜登有幾通很重要的電話還沒打 習近平 普丁這兩通電話他都還沒打 那你覺得習近平跟普丁會不會想說 拜登怎麼沒卡電話給我 對啊 拜登現在打電話的 基本上所有的國家有個共同特徵 都是民主國家 都是過去長期 除了印度以外 都是過去長期跟美國有長期友好關係的國家 譬如說歐洲的國家 日本 澳洲 韓國 甚至新加坡等等 對 所以你從拜登的起手 是大概可以看得出來的 他正在做他最喜歡也是最擅長的 所謂的多邊主義 就他如同他自己講的 他不要 川普像一個我們看那個電影 那個美國西部牛仔 自己帶著兩把槍 騎著一匹馬就去幹了 那拜登是要繞廊來 把軍隊組好之後 組一個祭兵團再去衝 那所以我認為這個拜登 大家現在在做這個事情 那至於說這個關稅的部分 拜登上任之後 基本上應該不會馬上取消川普所加的關稅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會稍微做一些些微調 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既傷美國又傷中國的那一部分 他會微調 譬如說密西根 密西根州 有一個汽車工業大臣叫底特律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川普任內 把這個中國的汽車相關零件 他多了關稅 結果也造成了底特律 大概有差不多幾千人到上萬人 做汽車零件的工人失業 所以這個部分拜登有可能會先處理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又傷中國 又傷美國 以拜登的性格 他大概這部分他會先處理 但是其他的 只傷中國 不傷美國的 或是中國重傷 美國輕傷的 他暫時不會動 因為拜登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他上任的前一半的任期 最主要大概要幹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處理好疫情 疫情 第二件事情 要讓美國團結起來 因為美國的確現在現 國內 美國國內現在陷入 還蠻分裂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拜登要先處理 所以大概對中國的部分 他會先這樣子看 那最近其實美國國務院很忙 我覺得非常有趣 龐皮歐上個禮拜講了說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然後呢 又往以色列跑 而且是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到約旦河西岸 戈蘭高地屯肯區的美國國務卿 這等於是承認了 約旦河西岸就是以色列領土了啦 就跟他承認釣魚台日本領土 跟拜登講說釣魚台日本領土 差不多意思 那又去法國 然後到處爬爬罩 他 龐皮歐做的這些事情呢 其實是在鞏固川普任內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是川普任內 他自己以為 覺得他的做的 留給美國的一個資產 第一個 他把中東的和平 終於露出曙光了 至少中東越來越多國家 開始願意承認以色列 跟他建立正式邦交關係 那對中國的壓制呢 川普也在印太地區 做了他該有的部署 所以呢 龐皮歐是去鞏固這些事情 等於是有些人講說畫下紅線 我不要用紅線 我是說設了一個框架 這個框框就這麼大 那你拜登將來可不可以 把這個框框縮小回來 可以 拜登當然有這權利 但是你要你要花很多時間 去說明這些事情 比如說龐皮歐講說 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那拜登如果說 我不承認 那你覺得白宮的記者 會怎麼問他 那你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請問拜登如何回答 對 他不能講yes 也不能講no 所以大概基本上 維持這個框架 那國務院這個對中 這個十大任務更有趣了 大家知道美國國務院 其實世界各國外交單位 都差不多 外交單位通常都是最保守 最建制派的 美國國務院做這個七十幾頁的 這個這個藍圖 這個藍皮報告書是由美國國務院的政策研究院 政策研究院不是那種隨著總統改變就換人 他是屬於美國國務院的所謂的事務官的成績 但是真正在執行政策的 其實就是這些人 因為國務卿會換人 次卿會換人 這個什麼助理國務卿這些都會換人 但是國務院底下有一票 中階跟基層的國務院的官員 真正在執行政策 就是這一票的人 國務院的你要講他固執 你要講他建制也可以 連川普這麼多人 他到現在都不見得能百分之百 跟國務院配合得很好 因為國務院常常覺得說總統你衝太快了吧 所以國務院由一個政策研究院 就等於是事務官層級 或是一個國務院的智庫的層級 訂出這個十大任務 我不覺得拜登上任之後 即使換了國務卿 會有多大的改變 因為他幾乎等於一個國家的方針 蓬佩奧幫這個拜登的外交畫了一個框框 那國務院這個十大任務呢 就是鋪了寫了一個藍圖 就希望你拜登或說將來的美國總統 是照這個藍圖在進行 只是歐巴馬做的 沒有如川普這麼大刀闊斧 歐巴馬因為民主黨跟共和黨最大差別是 民主黨比較重視內政 他們希望內政先弄好 然後呢 好 所以這一步路走到現在也才七八年的時間 如果你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他每一個階段 大概將近要維持二十年 所以這一步就是美國整體 把中國視為主要的威脅 或是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大戰略 大概未來還要再走十到十五年之間 至少 對至少 所以將來不管誰當總統 我認為這個大戰略目標 他不會改變 所以對臺灣來講 這是臺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尤其這十個任務裡面呢 他裡面幾乎 我看每一項幾乎都劍指中國了 但是裡面其實有對臺灣有利的 比如說美國要這個加強國際組織 甚至重返國際組織 如果沒辦法 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我就想到川普之前曾經提過一個低十的概念 我們現在聽過G8 G20 那低十是什麼概念 D就是英文democracy 就是民主的十個國家 如果美國真的搞低十的話 臺灣當然有資格參加 對 我們是民主 而且我們是經濟大國 所以這對臺灣來講的機會 他裡面有講到說 要讓美國的官員多學中文 那學中文當然來臺灣 難道去北京學嗎 對 當然來臺灣學中文 就你可以多讓美國人了解臺灣 或了解中國 這個對臺灣來講都是好事 過去很多美國人 他其實並不是太瞭解臺灣 甚至他覺得對臺灣 還有人把臺灣搞成泰人 都連路透社都會搞錯 連這種國際大媒體都會搞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臺灣來講 是一個很好機會 那當然拜登不會每一件事情 都跟川普的做法一樣 譬如說剛剛又齊特別提到 軍售的部分 也許拜登對臺灣的軍售 不會像川普這麼大氣 但是我覺得 因為過去這四年臺灣跟美國 臺美軍售其實建立了一個制度 就從以前的包裹室改成竹項提要求 那我也不覺得拜登上任之後 會馬上回到以前歐巴馬或克林頓時代 說包裹室我一包的你 裡面就像我們買福袋差不多 有一些很好 但是有一些是我不需要的東西 應該不至於馬上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軍售的內容跟實際的需求 他牽涉到整體美國的印太戰略 就臺灣是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 你如果賣一些我們臺灣用不到的 那你給我們 那你不是在消耗你自己在第一島鏈的這個戰力嗎 所以我覺得短期內不會 那就回來了